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6月7日,明尼路徽军飞升不可 星期一清早,巴甲继续有好戏上演 利斯菲体育会和明尼路将在前者主场展开各族 两队实力不是在同一水平 今季野心颇大的明尼路在首轮输球后定必尋球反弹 利斯菲体育会金铺备受考验 利斯菲体育会首轮作客挑战国际体育会 球队在上半场落后两个球的情况下,连攀两球,最终收获一分 中观之前的省级赛事,利斯菲体育会也是连续多场不败 不过所面对的对手,实力都不算强 这一波不败的含金量都不多 而利斯菲体育会上季以一分的优势成功互级 球队今个优赛期也只是小收小改 阵中也没有具备明星气质的球员加持 他们今季亦定必将以互级为主 在阵容方面,前锋巴斯亚因伤不可以出场 明尼路这两年都有引进层旅欧或旅亚的球星 朱如后卫祖赛道道,前锋迪亚高达道尼 和后克等球星,班底实力也大幅提升 在刚刚结束南美自由杯分组赛中 明尼路以五胜一和的佳绩,获得小组第一出线 军场正胜对手两个球 已经成为今届南美自由杯的增冠热门之一 不过在新赛季巴甲当中,明尼路首轮或者过于轻敌 领先一个球的情况下,被对手完成逆转 对于绝对实力在科泰尼沙之上的明尼路来说 阵中球员肯定满腹怨气急待发泄 球队投资力度这么大,除了南美自由杯之外 连赛冠军都是他们需要争夺的奖项 上季只距离夺贯的法林明高三分 今季还有猴刻的压阵,明尼路势必要冲击 已经五十年未染指过的巴甲冠军 今次面对实力较弱的利斯菲体育会 明尼路势要拿到今季联赛首胜 在阵容方面,中场萨拉祖恩商无缘匹夹 前锋华加斯等人为国出战无缘匹夹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和赞我们的page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赞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